6月23号,最后一颗北斗导航卫星发射升空后,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北斗三号卫星总体主任设计师潘雨倩在自己的朋友圈写道,圆满收官,后面是连续几个加油的手势。 对于这几个加油的手势,潘雨倩近日在受访时说,希望北斗团队继续加油,天上的北斗卫星继续加油,共同完成好属于中国人的卫星导航视野。 而中国人的卫星导航视野,却是起步于一个艰苦困难的环境中。 从上世纪80年代提出设想,到1994年北斗一号建设正式启动,潘雨倩说,在从无到有的时期里,是那一代航天人用辛苦付出,撑起了北斗工程的开始。 电路图都是在纸上画,咱们现在都有什么软件啊,当时都是一个一个器件,一个一个元件搭出来的,搭出来之后系统,包括电缆怎么连接,电缆都是,就设计师手动的自己一根一根汗,一根一根连,一根一根裹出来的。 包括系统的测试的方法,都是一点点抠出来的,真的是从无到有这么个过程,是很让人敬佩和钦佩的。 经过不懈努力,北斗一号顺利建成,这也使中国卫星导航系统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跨越。 而之后,北斗二号系统的建成,实现了全天时全天后,为亚太大部分地区提供定位导航受食服务。 而如今,随着最后一颗北斗导航卫星的收官发射,宣告着历时多年建设的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建成。 它代表着北斗全球组网的部署全面完成,完成了北斗三号系统的全面建设,也是国家三步走中的第三步的最后一颗卫星。 然后它发射升空了,对国家,对国民都能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能够提供全球的,全天后全天时的导航定位和受食的服务。 经过三十多年的实践探索,北斗系统建设走过了三步走的发展历程。 在这过程中,北斗卫星导航技术不断精进,用户服务范围不断扩大,而几代北斗人身上的吃苦耐劳的品质,却一直在延续。 北斗工程从建设之初到现在历经这么多代的发展,我们现在说是三代航天人的发展,都在我们之前做出了很大的表率作用。 而且他们个人的付出,也就带动了我们这些新生代和后备力量,能够以他们作为我们的表率,去开展我们自己的工作。 光荣的使命背后,离不开站在背后默默支持的家人。 潘雨倩说,航天家属是个很特殊的群体,他们为一线工作的北斗人承担了更多的家庭责任,因此对家人的窥见也就成了很多同事们的遗憾。 工作都是非常的忙碌,然后加班加点也是常态,因为我们要保证这个任务的完成,可能多付出一份心,多付出一份力,它的成功的概率就会更高一些。 我们就希望把工作做到再细,尽好尽细,近乎完美,希望是这么的一个状态。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可能就是家里面就不能了全,就陪伴家人,包括老人,包括爱人,包括孩子这个时间,肯定是相对会少一些。 她也有同班同学嘛,别人的妈妈或者别人的父亲能够放学去接送一下,然后再加上平时周末陪着她去参加各种活动。 我们这个就基本上都是靠自己,所以她感觉到我们这种工作可能对家庭的这个照顾太少了。 谈到接下来想做的事,张旭说自己很想陪孩子上学放学,周末的时候能够和她一起参加活动。 而未来随着孩子的一天天长大,张旭也希望女儿能够喜欢上自己所挚爱的事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